今天最震驚中文圈的 就是紅二代薄熙來的兒子 紅三代薄瓜瓜持英國護照 從加拿大搭長龍航空到我們台灣 準備與宜蘭的望族羅東博愛醫院的許正文 孫女結婚 並且將在新竹南原人文客棧驗客 那許文正是80-90年代國民黨在地勢力之一 更曾經擔任過兩屆宜蘭縣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等等的職位 其兄弟也當過國大代表 那當然現在有不少人認為 配合國民黨的中配六改四 會讓薄瓜瓜更能幫助中共滲透台灣 那與其關注薄瓜瓜 不如我們更多的關注國民黨怎麼禍國殃民 怎麼讓我們外交跟國防有破洞吧 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薄瓜瓜的父親薄熙來 薄熙來是前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重慶市委書記 歧視力遍佈中國東北以及西南 更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孩子 與習近平同為紅二代 這兩位的父親都在文革期間被批鬥過 但唯一不同的是 薄熙來公開在眾人面前打斷自己夫妻的肋骨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最震驚中文圈的 就是紅二代薄熙來的兒子 紅三代薄瓜瓜 持英國護照從加拿大搭長龍航空到我們台灣 準備與宜蘭的望族羅東博愛醫院的許正文 孫女結婚 並且將在新竹南原人文客棧驗客 那許文正是八零到九年代國民黨在地勢力之一 更曾經擔任過兩屆宜蘭縣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等等的職位 其兄弟也當過國大代表 那當然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 配合國民黨的中配六改四 會讓薄瓜瓜更能幫助中共滲透台灣 但事實上薄瓜瓜拿的 像我剛剛前面說的嘛 拿英國護照 這個英國護照跟中國護照相比 對比這個台灣護照來說 英國護照絕對是比台灣更好用 對吧 而且歐美配偶拿台灣身份證 比中共國配偶拿台灣身份證跟護照還難哦 那與其關注薄瓜瓜 不如我們更多的關注國民黨 怎麼禍國殃民 怎麼讓我們外交跟國防有破洞吧 那講到這個 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個擔憂 覺得薄瓜瓜會來滲透台灣 那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薄瓜瓜的父親 薄熙來 薄熙來是前任中共政治局委員 重慶市委書記 歧視力遍布中國東北以及西南 更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孩子 與習近平同為紅二代 這兩位的父親都在文革期間被批鬥過 但唯一不同的是薄熙來公開在眾人面前打斷自己父親的肋骨 當然這個事情是沒有被證實的鄉間小道消息 都是傳言傳聞嘛 雖然薄熙來確實有參加那場批鬥自己老爸的活動 但究竟是不是他真的上前去打的 這無法證實 說不定是別人打的 他在旁邊看而已 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如果是別人打的 下手不知輕重 可能失手就把他老爸給打到S了 如果自己兒子下去 起碼是自己親人嘛 可以打到一個點 眾人看得爽 哇兒子打老爸爽 當然大家爽了就不會想要下死手 對吧 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啦 不管如何 即便是旁觀自己老爸被批鬥 這個連習近平估計都幹不出來的事情 習近平最近不是還推出了一個讚揚自己老爸 幫自己老爸洗白的連續劇叫做西北歲月嗎 習近平自己以前在福建當官啊 我真的很懷疑 習近平你不懂西北的福建話是怎麼說嗎 OK話說回來 薄熙來在2012年2月被設局 習近平、王岐山等等的人啊 非常多 想要逗倒薄熙來的蠻多的 找薄熙來自己的親戚們 甚至讓薄熙來與妻子互相甩鍋 互相窩裡反、猜忌、設局 用他最信任的人讓他入這個牢獄之災 那當然這個名義就是以打貪嘛 濫用資權的名義去起訴 而溫家寶雖然沒有軍事上的實權 但溫家寶也是不太喜歡薄熙來這個人的 所以啊在2013年習近平正式上台之後 把薄熙來判了個無期徒刑 目前在秦城監獄享福 所有的財產全部沒收 包含在法國的那些海外資產 那剛剛說到王岐山 王岐山這個人也是蠻狠的 王岐山那個時候更要剝奪 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啊 是吧 你就算犯罪的話是可以免死的 王岐山當時想把這個免死拿掉 所以你說這個人其實也是蠻狠的 那王岐山也算是目前啊 幫過習近平的元老 而且還可以功成身退到這個幕後 雖然也是被習近平利用完之後 進入冷凍期的人啊 而薄熙來的兒子 薄瓜瓜在十幾歲的時候 就被送去英國讀書 後來又去美國讀了大學 也拿到了英國護照 想必他老爸早就把部分的資產放在英國 給他兒子使用 當然也有可能喬成一個結局是 OK 好啦反正我已經走入死局了 那不然這樣 你海外中共的特務那些人 不要去動我的兒子 是吧 那我就全招了 那留我兒子的那份 是吧 從此我兒子 不過問中共的內政 以及中共的壞教 低調過日子 也有可能他們達成了這個協議 也說不準 是吧 所以各位要知道啊 在中共鬥爭是會抄家滅主的 好在他兒子已經在英國甚至有了護照 所以才有這個條件可以談到 中共官員不在海外去抓捕他的子女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為什麼中共高官的子女都在歐美各國 因為就怕哪一天你的反對派系上台 會把你搞死 即便不是反對派系的 也會因為利益的關係 或是貪生怕死的關係把你給賣了 我九月在美國採訪一位 當時跟胡春華同派系的內幕官員 當時啊就是有人要鬥爭掉胡春華 所以胡春華為了保密也是賣掉了自己很多的同伴 是吧 同派系的 你說與不說都非常的可怕 你咬出胡春華 胡春華作為當時習近平的接班人 太子權力還是很大的 所以你還要被鬥爭 他是可以動用關係在獄中把你弄死的 或是弄這個法院審判讓你公開的判S刑 這個內蒙古官員他就跟我說 只有他堅決不咬出來胡春華 他才可以免死 因為他其他的同伴 在他的面前都一個一個被A死了 但你不咬出胡春華的代價是 你不知道要被關到哪一年 十幾二三十年都有可能 甚至一輩子都在牢獄裡面了 那胡春華是在被習近平削弱權力之後 這個內蒙古官員才有機會被釋放 認為胡春華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才把他給放出來 而這件事情似乎也被淡忘掉了 他才趁機逃去歐洲 是吧 所以當時他如果不咬對手 他就要這樣被關押不知道猴年馬月 折磨個十幾二十年 而且他受到的酷刑 我這裡就不多說了 超乎我們台灣人的想像 而我在這裡分享估計也會被黃 所以就不說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回來 薄熙來的鬥爭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模板 細節不一樣而已 區別在於當時的胡春華沒有倒台 而薄熙來倒台了 畢竟薄熙來的鋒芒比習近平更加光耀 更加的這個顯擺一些 將來肯定會對習近平的政權還有地位 造成絕對的危害 是吧 而當時胡錦濤等人也是支持習近平的 因為都喬好了嘛 你習近平之後是由胡春華接班全都喬好了 沒想到習近平也是個大狠人啊 表面上跟你嬉皮笑臉 轉頭過來就把你皮都給扒了養三層 然後我們都知道在中國高官之間的鬥爭啊 會喜歡用貪污腐敗來辦理對方 因為你想要入局就必須得貪 是吧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看到中國的一個什麼 縣市的書記啊 在地的那種 甚至一個村長 貪的都比民主國家的總統級別高官級別還來得多得多 是嗎? 你在中國必須得貪 因為這都是你未來的把筆 這也是大家默許來做這件事情的 那看以後誰能力大 誰權力大 誰站對邊 現在我能力大 我們都有貪 但你就拿我沒辦法 反而是我拿你有辦法 因為黨媒啊 所有的都是我的人 我說你貪 你就貪 因為你確實有貪 我有貪沒錯 但大家信你嗎? 大家不信你 今天你快倒台了 我就用貪污罪辦你 是吧 或是你未來要跟我爭 我未來接班在你的位置 我就把你給辦 所以 這個名義上 是為了讓中國人民有一個可以看到的審判 哦吼你貪污你貪官 我們中國不好 經濟不好 我們中國當地的這個縣市政府不好 都是因為你貪的 啊要支持聖上 是吧 就是這樣的一個套路 所以小粉紅都是非常天真的 根本就不知道 打貪與被打貪方 兩方都是貪污方 OK 各位知道嗎 薄熙來最有名的政績就是 唱紅打黑 什麼叫唱紅打黑啊 唱紅歌嘛 啊讀紅色的語錄啊 講紅色故事等等等等的 那薄熙來算是改革開放後 第一個搞文藝復興成功的人啊 大量唱紅歌的運動 另外一個就是打黑 打黑就是打黑除惡嘛 這個應該也不用我在明說 大家都可以從字面上理解這個意思 而當時這兩個政策獲得無數中國人民的支持 這個幸福感 大國決心感就遊覽而生了 是吧 而薄熙來的代名詞就是宣傳家 狠人 而這兩件事情大家有沒有發現 習近平延續了薄熙來的這兩個政策 而且還加以擴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什麼習近平語錄啊 習近平思想讀本啊 而且打黑除惡的行動也是越來越大 所以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 究竟是反習不反共 還是反共又反習呢 目前沒有線索得知 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他的父母 還活著在習近平手上 在中國境內的監獄裡 那薄瓜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可以為習近平所用 畢竟你有兩條人命在我手上啊 今天若是薄熙來上台 估計今天來台灣結婚的可能就是習近平的兒女 而你會看到的是薄熙來語錄 薄熙來思想讀本 是吧 所以畢竟唱紅歌這個運動 就是由他帶來的文藝復興在改革開放之後 所以我非常看不懂說什麼綠共綠共了 你是真的沒看過中共的鬥爭 還有北韓的鬥爭是吧 還是對於你來說台灣這個 類似這個貪汙腐敗的所謂的鬥爭 你都覺得很可怕 那你應該是沒看過地獄齁 習近平上台之後 所有被一大灘的人 像是秦剛、李尚福、魏鳳和 全部都沒有公開審判的記者會還有畫面 起碼習近平上台的那一年 薄熙來的審判還有公開的畫面 以及薄熙來幫自己辯護的畫面 我們可以稍微帶大家來回顧一下這個片段 全體起立 如今2024年 甚至去年的2023年的中國 你全部都看不到公開審判的畫面 我說秦剛貪污 我說秦剛賣國 他就賣國 秦剛沒有在法庭上公開審判為自己辯護的機會 李尚福、魏鳳和全部通通都沒有 而這些都是頂尖的趙家人 所以如果連趙家人都做不到幫自己辯護了 那舔共的台灣人們 你奢望在統一之後不會被這樣對待嗎 你估計更慘啊 當然我還是那句話 不管中共有多強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內部的團結以及反滲透 我們台灣人加油吧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了 拜 以後 記不記得 不會 忍耐